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学堂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无常这篇文章 前面我们讲了啊 无常是一篇奇文 不太容易阅读的 那解读这篇奇文呢 需要三把钥匙 第一把钥匙呢 就是童趣 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太伟大 鲁徐先生和咱一样 就是喜欢这种什么活无常啊 吊死鬼啊 武常会啊 和咱们看那个恐怖故事啊 没啥区别 当然啊 敢看一下 中国电影院中的恐怖电影 是实在太low了 没法看呀 所以张老师的其中一个人生梦想 就是能在中国的电影院 看一场真正的 能让我吓尿了的电影 可惜很难实现 对吧 所以这是第一把钥匙 童趣 然后是第二把钥匙 是民俗民间文化 鲁迅呢 他从来就不喜欢典雅的文化 喜欢的是民间文化 这也是一种叛逆心理导致的 大家能理解吧 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呢 很老实啊 比如说爸爸妈妈老师推荐这孩子读什么书 他马上回去读什么书 特别乖 读的都是名著 像这样的人是正统派的 但是还有一种人啊 老师说了 这种书千万不要读 你一看 这人回去就立即买这些书看了 什么禁书啊 什么都看 像这种人呢 是一种叛逆人格 那鲁迅不喜欢官方文化 也不喜欢那种什么正人君子 他喜欢的 像活无常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是绝对的这种叛逆人格的体现吧 所以他喜欢民间文化 是有心理因素的 这个是我们理解无常的第二把钥匙 那今天啊 我们要扔出最后一把钥匙了 但是啊 咱们先卖个关子 咱们让大家看一看 鲁迅先生里头讲的这活无常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其实啊 是个戏曲啊 来自牧连戏啊 咱们看一段 然后分析一段 但是看牧连戏之前啊 我要稍微介绍一下 估计很多人啊 也是头一次知道 有牧连戏这么个东西 我们知道啊 绍兴是戏曲之项 特别多戏剧的种类 而且啊 这些戏剧是深入明信的 鲁迅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设戏 也很有名吧 我小的时候呢 在农村生活啊 也看过很多的村子里演出的这个戏曲 也说吧 某家人过一个七十八十大寿啊 或者有特殊的喜事啊 就会请一个戏班到村里来演出 记得那小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躲在戏台后边 然后那些演员是不是在化妆啊 换衣服啊 我们就在后台扯他们的衣角啊 然后搞得非常调皮啊 然后呢 这些戏班的人也不生气啊 专门逗我们小孩子 所以我们看戏一般不在前台 是在后台的 这小的时候啊 然后啊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场 什么在农村的那种戏啊 其实它是深深扎根于民间的 举个例子吧 就这个戏啊 它一点都不便宜 一般来说啊 演艺场像现在好几万块钱的 而且啊 那个时候啊 这个戏班子是绝对不会给你唱一场的 比如说你给人五万块钱说 给我唱一场 这就不会干的 为什么呢 人家打戏班子啊 什么音响各种设备弄完 然后演艺场挣了五万块钱 然后还要拆了运输到下一个地方去 人家不值当 耗不起这个功夫 所以人家要唱戏 必须连唱三至五场 有的时候 那是要好几十万块钱来 所以啊 你不要小看农村的这个戏剧 它是需要经济的基础的 那怎么解决呢 从这个经济的解决 就能看出来 这个戏剧是怎么扎根于民间的 首先啊 我说过 一般是遇到喜事 才会叫戏班来唱戏的 那这个喜事的主人家呢 肯定得出钱吧 比如说五万块钱一场 那我家能出两场 出十万块钱 那这样的话呢 就有两场息了 对吧 还有一点啊 浙江哪怕是农村 一般也有很多企业 那么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啊 也得支持一下地方文化 是不是 所以他要负责集资啊 然后呢 村里一般再出点钱 这么一拼凑呢 一到两场又来了 你看 本来两场 现在三四场了 然后这个戏班的我发现啊 挺有趣的 唱戏到第三年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要饭的戏 就是这个曲调特别悲凉 然后唱戏的人特别可怜 然后拿这个篮子 要饭 到你面前啊 老百姓哭着 就把这钱放在他的篮子里 这么一凑两凑吧 可能一晚上也凑几亿万分钱 所以啊 老百姓也给钱了 当地有钱的这些企业家 也给钱了 然后呢 主人家又出钱了 这么一搞 三场四场 哎 安排出来了 最有趣的一个解决之道啊 这是非常奇怪 就是一般如果有戏的话 都有个赌场 临时的啊 排酒的赌场 一个人坐庄 很多人压钱对吧 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 就是什么呢 呃 我们浙江有些人收到假钱 知道吧 就是一百块钱 应该是假的 然后你要花出去吧 一个是没道德 而且来说呢 你花出去 万一被别人查到 这是假的 很丢人的 他们去哪花呢 就去这个赌场上 人家 咔呀一千块 是吧 有一张是假的 谁能够去辨识的啊 迎走了 来了 最后这些钱去哪 也不知道 反正是假的 对吧 这是一个小插曲啊 然后 呃 有赌场啊 当然这个东西是 是是非法的 对吧 然后呢有个做庄的 然后庄 比如说他有十万块钱输了 那么下一个做庄的来 有一个规矩 做庄的做了一天 赚的钱 一般要拿出15%到20%用来唱戏 因为只有唱戏才能聚集这么多人来赌博 对吧 但既然你赢了 那么你肯定要赞助一下吧 这是规矩啊 那如果庄庄的一个一个陆续都输了 就比较悲惨了 这个唱戏本来说唱六天 最后只唱了三天 因为庄庄的一直输嘛 大家都赢钱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戏就唱不下去了 当然鲁迅先生的书里是绝对不会介绍 这么一种风俗的 所以我说绍兴的风俗有赌博啊 民心啊等等 因为他扎根在民间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吧 是当然是反对赌博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只是通过这个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浙江的 或者绍兴的这个西渠啊 是扎根于民间 他在经济上 就是非常的具有那种广博的来源 所以总体来说啊 绍兴的地方系 他能够自己解决经济基础 他能自己找到群众基础 他能自己的群众来唱 剧本呢 也不是大文好写的 就是民间的 这个东西和京剧啊 他截然不同 那这个牧连戏是什么样一个戏呢 就是一种鬼戏啊 说的牧连的妈妈不太靠谱 然后就下地狱了 然后作为这个牧连呢 就要去给佛祖求情啊 我要修佛啊 然后把这个妈妈拯救上来 最后这个妈妈上天堂了 这个就叫牧连旧牧 那这个戏呢 就叫牧连戏了 当然可能有人说了 难道牧连戏就这么一个故事吗 大家听了是不是听腻了 其实也不是 因为这个故事是主要故事 但是中间还要插播好多独立的片段 这个活无常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的 所以中间又插播好多独立的戏曲 那这种戏呢 叫牧连戏 比较有意思的是啥呢 牧连戏到底怎么唱 似乎失传了 但是无常怎么挑呢 我们现在在网上依然能看见 好背景介绍完了 那下面咱们来感受一下第一段 就是无常是怎么出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又说 今早自成门 我要当新加坡的赤 加油赤 9,900百人的屁的脑子 那第一个赤道有些人人当当的 又是当给他赤 自身夹子 来到把地坑里一坑 喂 今得我夹数多个人手打 日爬修 都来马后人里为了吃车 给你微微道道长里 竹子三七八个完 给船船子小长里 吊子三七八个里 给你微微道道科里 被我轻轻咽啥 叫船子别的个子 好了 刚才这一段也就两三分钟 大家感觉一下 这是鬼的出场 你啥感觉呢 你看 他的乐曲 还有舞台背景 就是感觉有点恐怖阴森 因为这是一个鬼故事 当然得营造这么一种神秘气氛 但是这种恐怖之种 也不是完全恐怖 还非常搞笑的 这感觉非常有趣的 这吴昌说了 我一出场 就要打三个半的喷嚏 你说还有半个喷嚏的 结果他打了两个比较顺利 到最后一个看到观众多憋回去了 然后憋成了一个屁 说是 然后这吴昌说了 我要放九千九百八十二个屁 才可以 当然他不是真的放屁 是用乐器模仿的 你这什么感觉呢 这个出场 是不是觉得这个牧连戏啊 挺不上烫似的 和这个京剧的雅致啊 完全不同的感觉 但是鲁迅先生就觉得 这个东西这是好东西 好玩 特别喜欢看这个牧连戏啊 他在日记里也写 跟朋友也说过 还写好多文章 介绍这个东西呢 所以对牧连戏的那种推广 鲁迅先生鞠躬之危 不过呢 鲁迅的原文呢 好像说错了 他说啊 他一出台就必须打一百零八个T 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P 但是我看了刚才这一段牧连戏啊 似乎不是这样的 人家只打了两个本机啊 要打一百零八个那没法演 我觉得啊 可能鲁迅先生啊 就记错了 好 这是第一段他出场了 接着我们继续看虾文 我对大方箭散场 身穿黑群 啪啦 我身在阳剑千万 吻着阴氏三层 研究戒我令日 帝我武藏之贼 看虾文的他脑 连我倒是有意 武藏 突然是我上司 相机一臂作业 只要准备刀秀 不过 事业不开 剧外插四十天 鬼主操啊 两刀 两刀 说着你 就不想他吧 弄到要口啥呢 要口六个纳子 呀 个纳子处在欧尺之法 而是在 正王妙的面 我射的嘎嘎嘎嘎 我尽 走江前去野马 好 是这行木头里 别别别别别别 这行挂架 我不管他三层爷爷 一说将他叼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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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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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嘛 哎呀 原来晚上啊 我尽尽 亲亲的东方 哎呀 我尽尽 偷尽 我尽尽 我把舅舅都放我挽羊搏了 我今一年日备放他挽羊三刻 你中到我得起麻烦 将我捆倒了死者 我本想用一个锦儿捆吃了 甚至用尽不得 从锦儿我不怕你不没发现 哪怕你往前过去 我不怕你贼似乎 哪怕你兵装的窄窄 我不怕你搞了大杀 哪怕你同墙起来 我顾不得家庆娘绝 那顾得日暖思泽 我顾不得亲王上下 我顾不得我 这青青的日上日子 我顾不怕你身体 我顾不得家庆娘绝 这一段呢是鲁迅先生写的情节 你们看《无常》这篇散文中写的就这个故事 这个鲁迅呢有点厉害啊 他是十多岁的时候 十岁刚出头看的这个穆连戏 鲁迅写《昭花戏史》那又把年纪了是吧 过了几十年 他居然这些台词啊 几乎能背下来 你感觉一下对鲁迅先生影响之大 当然因为时间过久了 所以他记的一些内容呢 跟这个穆连戏的原文呢 是有点出入的 而且我看了一下啊 穆连戏的原戏 比鲁迅先生啊 讲的还要粗俗啊 鲁迅先生说的原文呢 我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 大王出了牌票 叫我去拿隔壁的赖子 问了起来呢 原来是我家唐房的阿侄 生的什么病呢 伤寒还带利己 看的是什么郎中呢 下方瞧 陈年一拉儿子啊 就是得儿子 开的是怎样的药方呢 是父子肉桂 卖家牛西啊 第一间吃下去 冷汗发出 第二间吃下去 两脚比直 我到那阿嫂 那就是他的 然后我一看到 他的阿嫂哭的悲伤 绽放他还阳半克 大王道 我是得钱买放 就将我捆打四十啊 这是鲁迅先生讲的 但里头比较搞笑 对吧 陈念义呢 是绍兴有名的医学名家 他这个儿子呢 是个庸医啊 所以我们说 家出名门也不一定啊 然后这家伙开了一副中药 第一间吃下去 冷汗发出 第二间吃下去 就两腿比直 就死了 这是个神医呢 结合鲁迅先生写的父亲的病 是不是有匿区同工之妙呢 鲁迅专门写这么一个荣语 可能也是在讽刺 对吧 顺带挖扑一下 但是啊 你看了刚才那段 木连心就会发现他更粗俗 首先 他要去抓魂的那个死者的住处 就很不吉利 他住在哪呢 住在棺材店的隔壁 为了恐怖啊 你说哪里不能住呢 非要住到这棺材铺的旁边 对不对 然后吴昌到他家的时候 这个人正在干什么呢 因为他得了立即拉肚子嘛 然后不看啊 这木连心唱的太不雅了 说他正在疯狂的拉肚子 当然疯狂拉肚子也就拉肚子 结果人家还有很多女生子什么 一直在模拟这个人拉肚子 实在是太恶心了啊 但是民间的东西嘛 他就是不雅 你想想一下 这种戏啊 在鲁迅先生十几岁的时候在那唱 鲁迅在下面肯定是前仰后合啊 那影响很深很深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几十年之后 他把这种情节就忘记了 他可能他也觉得太不雅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无常看到这个 正在拉屎的这个死者呢 实在太可怜了 然后呢心生同情 然后呢准许他还阳三刻 你看啊 这个无常多善良呢 好了 这一段故事呢 我们大体讲完 这里啊 我们大体可以说出 解读无常这篇文章的第三把钥匙 这第三把钥匙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无常的那种人性 也叫鬼格嘛 就鬼也有人格的 你想想啊 无常本来是勾魂射破的厉鬼 对吧 但是这个厉鬼看到你们家可怜 或者是你本人可怜 或者他的嫂子非常可怜 然后就会同情他 让他多活个半天 你想想 就这么一个勾魂射破的厉鬼 他还会恐怖吗 所以鲁星觉得呀 他比人间的大部分人 他有人情味 那意思是什么 鬼更有人情味 那人呢更像鬼呀 所以他借目联系的这个故事 其实还是在抨击社会呀 这个地方啊 如果我们展开了讲 这第三把钥匙开启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思想 我简单说一点 社会现实嘛 咱们日常生活中 有的时候经常要去官家单位啊 国家单位去办事 然后你会遇到一些很可恶的官僚 但不是所有的 但是很大几率就遇到一些官僚 然后他给你说了一个特别特别不靠谱的东西 让你东跑西跑非常累 然后你提出抗议说啊 我这太累了 我怎么可以呢 人家说了啊 对不起 这是上边的规定 我没有办法 就这么一句 我没有办法啊 打着官枪 让所有人都特别讨厌 你每天坐在那个位置上 如果这个东西不方便 你可以反应啊 但是非拿这句话来堵你 然后我没办法一趟一趟的去跑吧 所以人间很多时候办事 就是非常讨厌 那个人像木偶一样在执行很多僵硬的规定 我们必须去服从 但这个活无常呢 他却会同情我们 会理解我们 站在我们的角度 而且最后他还被冤枉了 阎王爷说了 你为什么放他还养三克呢 是因为你收了人家钱了 所以打了四十大板 挨了四十大板之后呢 这个活无常就变得铁面无私 然后后面那个唱词特别长 非常非常无感慨 他说了 我不管你封侯败相 皇亲国戚 财主富豪 贫穷求其 高楼大厦 铜墙铁壁 爹亲娘卷 弟女子侄 亲房上下 自生儿子 也就是自己的亲儿子 还有三头六臂 只要你要死 立即就让你双腿壁直 从此之后 我不对任何人同情 但是这个地方啊 依然会激起鲁迅先生的特别的敬佩 为啥呢 一方面他很有人情 但是后来呢 变得特别的正义无私 但是这个正义和无私是什么呢 是对富豪和贫农 他是一个态度 在他心中 没有什么是权贵 没有什么是贫民 对他来说 所有的人你是同龄 你想我们的人间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待遇 他肯定没有啊 所以鲁迅先生说了 地下的鬼那里 才有这种人的平等 所以这个地方 你再读的话 就会发现他很深刻了 所以啊 对鲁迅先生来说 他喜欢看牧连喜 就是喜欢民间的那种信仰 他实在太讨厌正人君子 搞的各种规矩 这个社会他觉得一塌糊涂 各种黑暗 各种不平等 地下才有 民间才有 而且啊 他不仅觉得这些东西好 他觉得文中也很好啊 哎 你你会觉得他他很俗 但是你看一看这种戏曲 你不觉得他的感染力很好吗 他语言一个修辞都没有 但是质朴之中 他特别特别的 有降服你内心的能力 鲁迅先生说了啊 这种文字 未然就文学的固执 所以他又刚见 清新 啊 当然 这个清新这两个词啊 听起来有点尴尬 因为里头明明各种重口味的 非常低俗的东西 但是他觉得 这是来这么明天干干净净 非常有感染力 相反啊 我们平时写作文 比如说开头三个比喻句啊 来点华丽的词汇 他就这种东西都被玷污了 我们农民说出的话 民间写出的注文 他天然具有感染的能力 鲁迅晚年啊 写过一篇叫门外文坛的文章 他里头啊就赞美了这种朴素的文学力量 这里头他居然还能感悟出这个东西来啊 我也觉得有点吃惊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陆迅渴望人情的 又渴望公正 胡亚呢是个执法者 老百姓一方面希望这个执法者啊 能对自己往台一面 有人温情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 又特别希望这个执法者能够刚正不恶 但是这个逻辑是矛盾的 你想一想吧 希望他法外开恩 又希望他并公执法 你这逻辑混乱吗 但是鲁迅说了 这不逻辑混乱 人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才是人间 我举个例子吧 假如你是一个官员 你是负责招生的 也就是招生办的负责人 那你应不应该往台一面呢 应该对什么人往台一面 就有才华的 对吧 他可能不是总分很高 但是有一颗特别好 比如说前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牛的一个考生 好像四川的 他用甲骨文写了一篇高考的作文 那老师一看 懵逼了 赶紧上报啊 我们看到一篇看不懂的蝌蚪文的文章 然后那个老师并没有直接给他打 不及格 而是请了文字学专家 把这甲骨文破一了 最后发现这文章离题了 好像最后只得了十多分 不是因为写甲骨文得十多分 而是因为他离题了 所以十多分 你看公正评价吧 但是后来把这个人扑格录取 到好像四川大学的什么文字学专业 扑格录取了 那这个是对的吧 一方面高考是严肃的 你离题就是十多分 不是因为你写不写甲骨文问题 但另一方面你有才华 我可以扑格录取 你看公正执法和有人情文 他不像矛盾的 但是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要么就是完全不是公正的啊 谁贿赂一下 还是怎么操控一下 就能办成 我有人世间 你看有哪个大人 没有给人送过礼物呢 是吧 不公国 但另一方面真的有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你会发现往往没有任何特殊的照顾 人家会守着规则 对不起 上面就这么规定 来 这就是我们人间嘛 鲁勋先生的信仰之处 非常简单 一方面 要严格执法 不能对那些权贵法外看你 但另一方面 你在执法的过程中 必须要有自己的信念 要有自己的人性 要有人情味 晚年的鲁勋在门外文坛中啊 对无常是这样评价的 说何等有容情 有何等之过 何等守法 有何等或过绝 所以啊 在鲁勋看来 一个守法者 难道不应该有人情味吗 一个有人情味的人 怎么能不守法呢 是吧 这个地方 你就读出了更深的一层汉域 我说木连戏 是一个当子非常低的戏曲 但是 在鲁勋先生心中啊 他就是解读社会的一把钥匙 你感觉一下 这把钥匙开启的 是不是很深刻呢 好了 轻松一下 我们再看一段 这木连戏中的一个幽默片段啊 嘿嘿嘿 干好个干好个干好个 干人管不着 那大家要主持的 来来来来来 哪个我哈 你到我电信瞅瞅瞅 可是说个电信了 我可娘是 有车车快去 哦 干人小龙卖的呀 不是 干人举手叫车 好 看完了 看完了 这一段是不是特别粗俗呢 那首先啊 这个无常啊 特别可恶啊 他自称你爹爹 就是你爸 这无常说了啊 这天不走了 你爸要走了 人家看啊 无常开大玩笑 人家也开无常玩笑 说啊 你别走啊 咱吃点点心 走啊 结果这个无常还挺贪吃的 说啊 要吃点心的 那你你拿什么给我吃呢 人家不直接告诉他 那你猜呀 然后大家后面就能看到我们绍兴人吃点心是拿什么东西吃的 对吧 一般吃啥 他猜了啊 你是不是要给我吃小龙馒头啊 来解释一下馒头啊 北方人肯定不能理解啊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说啊 来一包子 人家那个打菜的人说 这是馒头 来一馒头 这是包子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吗 不是一个东西 包子里头是有馅儿 馒头里头是没有 我南方都一样 有馅儿没馅儿 都叫馒头 但是里头什么都没有 叫蛋馒头 对吧 里头有的就叫馒头 也叫包子 是吧 杭州小龙馒啊 说你是不是给我这吃呢 他说 不是这个 那是不是韭菜饺子呢 也也不是这个 那是不是豆腐皮鸡蛋炸面呢 但这个又得解释了 北方豆皮一般是蒜火锅的 南方的豆皮要更软 一般是放在面条里啊 吃这个 还要放点鸡蛋 然后这种面条 叫炸面 对不起 不是油炸的啊 还是好像是用太阳晒的 是用米做的 但是又不是米线啊 米线不香 不筋道 这个比米线强多了 淘宝上又要买啊 这个只有绍兴里头的一个线 叫圣线 也就是我们讲过 徐锡林的老家 这个地方 能买到 他说 是不是给我吃这豆腐皮鸡蛋炸面呢 人家说 也不是 然后这吴昌为了 那是什么呢 啊 那个人挑戏吴昌说了啊 是 独家欧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哎呀 就是难以形容 就是你拉肚子拉出的那个屎子 你说这个是戏曲的一个内容啊 你看 吴昌跟那个居民家是什么关系啊 无常是来设魂的 然后 自以为是老大说 啊你爸要走了 人家还开无常玩笑的 我给你点什么 独家欧吃一吃 哎 你去觉得 无常不恐怖的 他跟人是关系很好的 他开人的玩笑 人呢 开着无常的玩笑 其乐融融的 这个也能看出我们民间对这种死亡的看法 哎 死亡为什么搞的那么痛苦 你带 挺搞笑的 是不是 好 最后啊 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欣赏一下下面这个非常精彩的一段唱腔 大家这个故事本来比较长啊 有大概30分钟 你们可以把它完整的听完 我揭露了一段就是里头比较精彩的唱腔 好我们先想一下 那样的动作吗 想今早日 牛王大这个小胆子呢 说的年就堵上去 这小胆子了 哎 我看下什么都是这些 跟我不面讲 死贪严良 死贪严犯 以后 不温 呼 快速 快速 去吧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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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不成了 忠不得的 昂妙好 管口架高 忠不得的 享受 忍不不腕 情痴名票 但孫子 永啊忠啊忠 有一羽银耳藏 一心心要藏不 千年调言 怕你不归不阿明 共鸣小孤狼 大武武藏 见过夜闻笑 到了王劫万事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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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羽银耳 这羽银 这羽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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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王劫万事旁 和王劫万事旁 的字幕里 你只想家 为老见体面 我真要烟 出落的家 你笑我 王宿明天 大海 我无常 见我也温笑 到了王家万事套 到了王家万事套 喝 喝 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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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